我们注意到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独立专家小组访问美国 据报道专家小组在访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奴隶制遗留的问题在美国旷日持久 根深蒂固 给几代人带来创伤 数据表明种族歧视在美执法体系中广泛存在 非洲人后裔在逮捕 拘留 判刑等执法各环节受到明显歧视 专家小组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行动 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强有力的问责 加强对执法部门的监督 向种族歧视受害者提供全面赔偿和帮助 2020年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跪杀后 人权理事会举行紧急辩论 加大对美国执法部门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 人权理事会并于2021年设立了上述的专家小组 以推动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 追究肇事者责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 美国涉警种族暴力事件依然频发 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遭受的歧视有增无解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 充分暴露了美国对生命权的漠视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顽疾 美国绝不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典范 而是无视人权 破坏人权的典型 我们呼吁美方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深刻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等问题 停止打着人权旗号 干涉他国内政 采取切实解决措施 怀受害者真相与公道 不要让佛罗伊德和千千万万种族主义受害者的悲剧再次上演